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出访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共和国非洲三国 出席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庄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 国际社会认为习近平此行凸显中国对中非关系的高度重视 中国参与的金庄国家合作机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强 南非国际问题专家恩归尼亚认为 习主席的访问表明中国是南非及非洲的全天候朋友 中非伙伴关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 双方关系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刚果共和国波拉柴维尔快报的副总编热尔维说 习主席的演讲体现了中国和非洲做好朋友 进行双赢合作的真诚和决心 刚中合作一定会有更多的成果 巴西利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普罗科皮奥认为 习主席在讲话中呼吁推进建设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促进各国共同繁荣 表达了中国的最良好意愿 作为金砖五国中人口最多 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 中国的态度对金砖机制的发展至关重要